身体出现了六种症状 可能是血栓来袭 临床数据显示 大约90%以上的血栓 是在生成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 脱落的时候也是悄无声息的 因此很容易被忽视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身体的一些蛛丝马迹中 尽早的察觉血栓的存在 现在点亮小红心跟着我一起自查一下 第一腿部的肿胀 如果出现腿部的肿胀 站立的时候有沉重的感觉 走路的时候疼痛感加剧 可能是下肢身静脉的血栓 下肢身静脉是下肢血循环运输的主要通道 一旦堵塞了血液无法顺利回流心脏 就会引起下肢的肿胀疼痛 第二手脚的无力 四肢的麻木 位于身体末端的手和脚 它容易因为供血不足而出现发麻 包括舌头嘴唇这些部位 也可能会感觉到麻木 堵塞严重呢 还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拖行 也就是在行走的过程中呢 会突然感觉到腿和脚没有力气 发麻 不能够继续往前走了 第三短时间内会突然出现 说话不清楚 感觉会流口水 第四胸闷胸痛 血栓容易堵塞着心血管 可能会引发胸闷胸痛 严重的呢 甚至会造成心梗 第五突然的头晕 视线模糊 当脑部存在着血栓时 大脑供血不足就会导致头晕 视网膜供血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还可能会有视力的模糊 甚至出现几秒钟的失明 第六同样和脑血栓有关 那就是哈哈气异常的多 打哈气本身就是缺氧 供血的不足 临床数据也显示呢 大约80%的缺血性脑血栓患者 在发病前的五到十天 会出现哈哈气连连的现象 即使睡眠充足 也难以缓解这个症状 就要注意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 不管多忙 都是我本人一对一的 为大家看诊开发 一定要认准 是我本人给大家看诊 不会让其他的医生 给大家看诊开发 但凡不是我本人看诊 都是假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鉴别 心脏不好的朋友 宁可停留30秒 也要知道的消息 恭喜你刷到了我 可能你和我还不熟悉 停留30秒 或许你交到一个 靠谱的医生朋友 今天呢 正式的向你介绍一下 我自己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一名从事中医临床 40多年的老中医 临床上擅长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 像高血压 高血脂 动脉硬化 血管斑块 关心病 心梗 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在科普的过程中 我也查阅了大量的文献 确保这个内容 严谨可靠 教给大家的锻炼方法 也都是我自己实践过的 有的朋友呢 问我说 平时门诊那么忙 还要坚持这么久 就是想告诉大家 做视频呢 确实是不容易 但是如果有人看到了 对他的日常生活 有所帮助 那这个视频 就是有意义的 我就会坚持下去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有了大家的支持 我会坚守这份初心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 优质的医学科普知识 很感谢大家 点赞和关注 心肌缺血不用愁 补充两种微生素 帮你改善心脏供血 如果你想预防 或者改善心肌缺血 可以多补充 下面两种含有 微生素的食物 我个人是不主张 去专门吃 微生素 但是含有 微生素的这些食物 你要多吃 第一呢 就是微生素C 它是我们身体 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 它不仅可以 美白皮肤 延缓衰老 还能够预防 和改善心肌缺血 适当的补充 VC 可以促进 胶原蛋白的合成 可以增加血管B的弹性和韧性 从而起到了缓解动脉硬化 和改善心肌缺血的作用 比如说苹果呀 猕猴桃呀 橘子 橙子 西柚 胡萝卜 芹菜 这些都是含有 微生素C 含量很高的食材 第二呢 就是 微生素B9 也就是我们说的叶酸 含有叶酸的食物呢 可以帮助我们促进 同型半光酸的代谢 抑制动脉硬化的发展 可以有效的去降低关心病和心肌缺血的发病率 比如说 菠菜 莴笋 油菜 橘子 草莓 樱桃 坚果和骨类的食物都是叶酸的来源 手掌发出三个信号 你的血管可能已经堵了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啊 你身体会出现一些症状 今天呢 就教给大家 在家里边看看 手掌来判断血管堵塞的情况 第一呢就是手指发麻 如果你出现了手指发麻的情况 可能要多于年轻的时候 特别是在早晨起床之后更明显 如果不是因为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压麻了 那就要注意了 可能就是身体的某个血管发生了堵塞 第二 手掌的颜色变化了 正常健康人的手掌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 但是有些人的手掌已经是暗红色 甚至呢有些是淡紫色 就像手掌上有淤血似的 这种情况呢 就极有可能是血管堵塞了 当然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俗称的肝掌的颜色 在小鱼记这个地方呢 出现明显的红的区域 你身体也是给你发生了不好的信号 第三呢就是手部的冰凉 当血管发生堵塞的时候 四肢的血管都会因为供血不足出现冰凉的情况 即使是在天气炎热的时候 手呢也会是冰凉的 以上这三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就要警惕血管堵塞的发生 建议要立刻去医院进行检查 逍遥丸加一宝 打通全身血管 你一定要知道 中医认为呢 血管堵塞和肝鱼脾须有关系 肝鱼之后呢 它就不能够调畅气肌 所以气血就不流畅 脾须之后呢 就不能孕化植物 也不能孕化水湿了 就会产生痰瘾 气质 血瘾 痰瘾 护解 就造成了血管的堵塞 今天的分享 四种逍遥丸的搭配技巧 帮助我们调理身上的血管 第一呢 就是逍遥丸搭配八真丸 梳干解瘾的同时 可以健脾 养血 补气 特别适合平时手气懒颜 脸色苍白 精神差 疲惫 没有力气 或者呢 皮肤都暗黄了 没有光泽 这些气血两须的症候 第二呢 就是用逍遥丸搭配上 龙胆 卸肝丸 这个搭配 一方面疏肝解瘾 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 清洁肝胆的湿热 主要表现像 头晕脑胸斜脏痛 食欲也差 大便干燥 口干口苦 这些患者 还尤其适合女同志的 黄色代价 这种情况下 辩证一般都是属于 肝精又湿热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用逍遥丸搭配 人参龟脾丸 一方面是输肝解瘾 一方面健脾 义气 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适合心情差 厌食 消化不良 还反酸打嗝 恶性肝偶 这些患者 辩证类型属于 肝与脾虚的重症 第四种搭配呢 就用逍遥丸搭配上 六味地黄丸 一方面输肝解瘾 一方面滋阴补肾 适合头晕眼花 腰气酸软 腰部有隐痛有耳鸣的患者 辩证是肝瘀 再加上肝肾隐虚 以上这四种搭配 你记住了吗 关心病身上是有开关的 打开了就好了 真的是不难治 说到关心病呢 有人说是心气不足引起的 心气不足呢 确实是关心病的一个原因 但不是所有的关心病 都是因心气不足引起来的 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辩证分析 比如说前两个月 有一位66岁的江女士找到我 她患关心病已经六年了 做了四个支架 总是频繁的出现心痛 到夜里边就更加严重 心跳的非常的快 呼吸也不通胀 而且还会出现焦虑 乏力 情绪暴躁 结合她的舌脉去辩证 吃了一个疗程以后 患者就觉得胸口舒服多了 心情也舒畅了 偶尔才出现心率不齐的现象 这是什么道理呢 中医说谈湿淤阻是导致关心病的一个原因 那只要打开身体的这个开关 把谈湿淤血排出去 心脏呢 也会逐渐的恢复正常功能 当身体的某个地方出现淤堵的时候 相应部位的心肌也会引起缺血缺氧 形成心脚痛 如果血管出现了完全的闭塞 这个血管的供血它的心肌就会坏死 导致心肌更死 只有血脉通畅了 心脏才会正常 那如何让它通畅呢 第一 清血管 除去这些淤质完痰 血管自然就干净 第二 排毒 将体内的这些垃圾排出去 胸闷这些症状就随之消失了 第三 要扶正顾本 脾是主运化的身体里边 有淤血 有痰湿 这些垃圾 和脾的生清味的降着 有很大关系 脾味生清降着 如果功能失常了 就导致了身体的气机得不到运化 就会形成淤血的组织 所以中医说 治关心病其实不难 只是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看到我的这些患者越来越好 心里呢 也是为他们高兴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这个开关的 半夜三更总是醒 可能是这两处出了问题 中医教你睡一个踏实觉 大家好 我是赵一号教授 如果你经常在半夜三更 总是爱醒 可能你身体上的这两个部位堵了 如果不打通 那很难睡到大天亮 第一 就是干净的预堵 中医说呢 凌晨一点到三点是干净当劣 如果你总在这一点 比闹钟还准 就醒来 同时还有口苦 口气重 头发也是油腻的 甚至呢 有腐胀腐痛 消化不良 大便黏腻 小便发黄 这些问题很可能就是 肝气一节的表现了 第二呢 就是肺经不通 如果你总是在三点到五点的时候醒来 还会有皮肤的干燥 经常有咳嗽 口干 口苦 免疫力低下 容易感冒 这些问题 那可能是肺经不通 或者是肺气不足的表现 今天教你两招帮你睡个踏实觉 第一呢 就是敲 肝经 肝经在哪啊 从脚的大拇指一直到颠顶 特别的长 在腿的内侧分布着肝经 这个地方你去掐一掐 捏一捏 它是很疼的 说明你肝经是不通的 怎么做才能让肝经疏通呢 有两个穴位啊 一个呢 就是太中穴 在脚的大指和二指之间 这个分叉的地方 多去揉按一下 这地方也是很疼 把它揉通了 疏通肝经 第二个地方呢 就是阴包穴 在膝关节上面 腿的内侧 你去掐捏 这个地方 特别是胖人呢 经常按揉这个地方 不仅能够疏通肝经 还可以起到一个 捡肚子的作用 梳理肝经呢 还有一个更简洁的办法 可以坐在瑜伽垫上 或者是你坐在床上 别太软的床 把两个腿呢 分开坐 能分多开 分多开啊 又叫做分叉 如果你把腿分开以后 身体呢 往下趴 能够用额头 用鼻子去找到地面 或床面 这个地方 把这个肝经啊 真的很疼很疼 每天进步一点点 把肝经梳理通了 对你的身体 特别有好处 那第二呢 说到的是疏通肺经 这个简单 就在我们的手上 鱼记穴 经常的去揉 按这个赤白肉记的地方啊 就起到疏通肺经的作用 当然了 肺经的疏通呢 不仅仅是揉着一个穴 你把两臂伸开 腾直 活动活动 不仅仅是肺经疏通了 手上面的 手三阴 手三阳经 都得到了疏通 这样的锻炼方法 你学会了吗 后面就先给你 这也是